买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首先是两则短消息 今日Steam商店页面的半衰期 爱丽克斯发售日期 从3月份改成了3月24日 目前本作的预购价格为147元 需要VR设备才能游玩 另外Epic商店本周的免费游戏 也可以领了 分别是第一人称角色扮演类游戏 天国拯救和平台动作游戏 AZTEZ 部分玩家下载天国拯救后 会出现无法启动 这时候需要修复下host即可 当然大部分玩家还是花时间领的游戏 为什么要花时间玩呢 在百经工作室宣布自主发行游戏之后 曾制作暴雨超凡双生 底特律变人等知名互动式 剧情游戏的法国厂商 Crantic Dream 在近期一篇公司成立23周年纪念文章中表示 他们将成立一家发行公司 发行之后自家的游戏 以及其他开发者的游戏 23年里 Crantic Dream一共制作了5款游戏 后面3款都是由索尼发行 并且在PlayStation上长期独占 直到去年这3款游戏才移植到PC平台 另外在去年1月份 网易曾宣布收购 Crantic Dream部分股份 或许就是Crantic Dream 为自主发行做的准备 SE发行的超级英雄题材 动作冒险游戏 漫威复仇者联盟 近期上架 顶商店将在9月5日解锁发售 标准版预购价格299元 预购玩家可以获得风色体验资格 和漫威传承服装包及名牌 豪华版预购价格为398元 豪华版拿家额外获得 专为美国队长钢铁侠 黑寡妇索尔浩克 及惊奇女士量身定制的服装 并且可以获得提前三天的 体验游戏资格 漫威复仇者联盟将 采用原创的电影化剧情 玩家可以单人或者多人 一起操控超级英雄 阻止神秘新组织 先锋科技疯狂扩张的力量 考虑模拟游戏了不起的 修仙模拟器的开发商 近日在社区公告中表示 由于近期的疫情影响 原定于三月完成的 妖族崛起版本更新 将延期一两个月推出 并且在本周六和周日 了不起的修仙模拟器 将在Theme开启 周末免费试玩活动 还在家里放假的同学 不妨试玩下本作 了不起的修仙模拟器 是一款拥有roguelike要素 融合了生存 角色扮演策略等要素的 模拟经营游戏 游戏中 玩家将以上帝视角 指引角色建立自己的门派 潜心修行 突破层层困难 最终飞胜成仙 二资源风格的 即时海战类游戏 碧蓝航线 PC版本今天上架并商店 售价110元 本作由地雷射制作发行 此前PS4版本 已经在去年8月发售 PC版本拥有故事 战斗 拍照和剧情四种模式 玩家需要在游戏中养成舰队 并且通过各种任务 与战斗提升角色 以及装备 本作另一大玩法 就是弹幕射击 各个任务均会发生 与敌方舰队实施战斗的场景 战队可以通过编队 以及玩家实施操作 来回避敌方的弹幕 以及攻击敌方舰队 此前在Switch独战的 机甲动作游戏 机甲战魔 今天正式发售 售价147元 目前本作商店页面好评率 为95% 特别好评 游戏中 玩家需要创建一名 自定义角色 并操控机甲 与其他机甲进行战斗 在击败敌方机甲后 可以夺走装备 自由搭配机甲的各个组件 制作自己专属的机体 因为游戏的战斗体验 属于高速第三人称射击 还是挺考验玩家 是否适应这种操作方式 所以画面等 或者单纯喜好机甲的玩家 了解清楚才购入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小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访问YCCG 售买高折扣Steam 钱包充值卡 和游戏CDK的微点和微信卡程序 那么